玉里天主堂刘一峰神父他所创办的安德资源回收中心 过去这几年都陆续传出火警 造成附近居民很担心 多次向里长陈勤 希望这个二手回收站可以改到别的地方去 而刘一峰神父表示说 其实早在几年前 他就在寻找别的地点打算要迁出了 目前终于找到地点了 还在和地主讨论 希望可以让附近居民有安全干净的生活环境 玉里天主堂刘一峰神父创办的二手物资仓库 安德资源回收中心 过去这几年都传出火警 不禁的居民人心惶惶 多次的向当地里长来呈勤 希望可以将二手回收站改到其他的空旷处 然后回收车本来在这条街这样跑 这边住屋本来是很安静的一个地方 希望他们来打扰这整个环境 那包含这只火 还好是扑面的快 不然整个如果万一风向这个 是往那边吹 这个整个社区 而且在地很多都是老人家 所以造成他们的恐慌 刘一峰神父说 早在几年前也都正在寻找适合地点设置二手回收站 也都有打算要签出 现在目前已经找到地点了 还在跟当地的地主来讨论 也希望能够让附近居民有个安全干净的生活环境 有声音的工作 特别是分类跟菜鞋大概要搬到另外一个地方 一个新的地方 对 也是为了这边的居民的一些居住的一个品质 对对对就是这样 另外一边也找到了吗 另外的 我们还在商量当中 历长说 当地居民都非常尊重神父以及这里工作的员工 不过因为当地大部分都是年长者 希望可以给他们安静环境 让他们好好养老 地方居民跟神父相处的也很融洽 只是一次次的遇上火警 当地长者内心还是很担忧 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